2017年 我猜填充第90 這個題目 如果是我出辣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重要 來 我們看填充第90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2017年 這是一個絕對值的方程式 它叫做x怎麼樣 加5的絕對值 再減掉來 s-1的絕對值 對不對 然後呢 會等於什麼東西 會等於s-3 這是一個絕對值的方程式 他說 這個方程式的所有時數解的總和 請你解這個方程式 把它所有的 滿足這個方程式的x 把它全部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把它加起來 答案是多少 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題目怎麼做最好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 它就是在考課本的最基本的方法 怎麼做 怎麼去絕對值 當然是分段討論 像這種絕對值 對不對 好 我們要把速限分幾段呢 這個 剩二十幾天 最後一個想法 分幾段 這邊是 左邊是誰 -5 對不對 你就令它等於0 s加5等於1 s等於-5 然後s等於多少 123等於1 好 我們把速限分三段來討論 來Solution 當 我用的是最基本的方法 當我的x怎麼樣 大於等於1的時候 好 請問你喔 s如果大於等於1 s加5會怎麼樣 s大於等於1 如果大家一起加5 來大家一起加5 你猜會發生什麼事情 s加5會怎麼樣 大於等於6 這個加5不是6嗎 對不對 1加5是不是6 然後問你6是一個什麼數字 6是一個正數啊 它大於0的 對不對 慢慢寫 把它講下去 對吧 是不是這樣 再來 這個s-1 大家一起-1 s不是大於等於1嗎 大家一起-1 所以這邊是1 加上-1 就是1-1 1-1是多少 0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s加5是個什麼數 是個正數啊 它大於等於6 它是個正數 s-1呢 大於等於0 這兩個傢伙 都是大於或等於0 所以絕對指數可以直接脫掉 講到這邊聽到嗎 如果有一個 譬如說絕對指裡面有一個數字 叫做5 這個絕對指數可以直接脫掉 那就是5咩 對不對 5加絕對指還是5啊 好 那我們現在把絕對指脫掉 這裡就變 s加5 然後會等於s-3 好慢慢寫 對不對 就慢慢寫 好 所以這邊變成s加5 減掉x 然後再怎麼樣 減掉-1 所以變成 加上1 等於s-3 是不是這樣 這裡有x 這裡有-x 加起來就消掉 5加1叫做6 所以這邊你就得到6 會等於s-3 兩邊同時加3 你馬上可以看出來 你到s等於多少 9 現在問同學一個 很基本 而且很重要的問題 在s大於等於1的這個前提底下 你算出來的答案叫做s等於9 請問這個答案你要還是不要嗎 我們分段來討論 s要大於等於1 然後我算出來 假設中間都沒有算錯的話 算出來s等於9 這個答案要不要 9有沒有大於等於1 當然有 所以這個答案合不合 當然合啊 這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答案 對吧 這是合的啊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它是答案 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驗證它是不是答案 來你猜怎麼做 你說啊 你把它帶進去啊 原來的獅子嘛 來你看喔 你真的把它帶進去嘛 這個帶進去的話會變成9加多少 9加5的絕對值 減掉 來這個是9減1的絕對值 聽說要等於來這是9減3 這個等號真的會成立嗎 我們算一下吧 9加5是多少 14 所以14加絕對值當然就是14喔 9減1是8 14減8 來有沒有等於9減3叫做6 14減8有沒有等於6 有啊 沒有錯 9帶進去這個式子會成立的 沒有錯 我們找到一個答案了 對吧 合啊合啊 找到一個了 你說老師答案會有幾個呢 我怎麼會知道 要討論一下 s大於等於1 我們討論出一個答案叫做9 在這個範圍裡面有一個人 是我們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第二個情況 當我的x怎麼樣 你說 第二個情況是怎麼樣 大於等於負 對大於等於負5 小於1 在中間這個範圍的時候 當負5 小於等於x 小於1的時候 然後 當然這裡呢 我還是要跟同學做最後一次提醒 提醒什麼東西呢 有同學老師覺得說 老師這個等號 這個等號要寫在哪裡 首先等號可不可以不寫 不可以 因為你書線上總有1跟負5這兩個點 你不能不寫等號 那你說老師都寫等號好不好 比如說這裡大於等於1 我這裡又寫小於等於1 你覺得這樣子 人家會不會扣分 其實也會啊 那你這個1到底是在這一區還是在這一區呢 對不對 你這裡有等號 這裡有等號 這個1感覺很曖昧 它到底是屬於哪一區 對吧 都寫等號也不行 不寫等號也不行 那你說老師 那等號到底要寫在哪裡呢 自己開心就好 自己開心就好 真的 你等號要寫在這裡 或者寫在這裡 你自己選 那個邊界的點 反正帶進去是0 0加絕對值就是0 根本就沒差 不是嗎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好的 來 那我們繼續看喔 如果你在負5跟1之間的時候 請問你 s加5會怎麼樣 你說老師我通不出來 沒有關係 來 請看這邊 你的s是不是大於等於負5 對吧 s加5 會大於等於負5加5 負5加5是誰 0 你的s加5是不是大於等於0 對 他是大於等於0 所以你這個絕對值可以直接脫掉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吧 好 那我就直接脫絕對值 這個脫掉就是s加5 再來 s減1呢 你的x現在是要比1小 你如果比1小的話 減掉1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是負的吧 絕對值裡面是負的 絕對值能不能脫 可以啊 看我這邊 我在講過很多次了 負5的絕對值是誰 絕對值可以直接脫掉 叫做負5 可以這樣寫嗎 不行 因為絕對值會把負號吃掉 所以絕對值如果脫掉 前面要再補一個什麼號給他 負號 負負怎麼樣 得證 他才會變成你要的東西 對吧 我現在確定他是負的 對吧 這個傢伙s簡易是負的 既然是負的 絕對值脫掉 來告訴我 我其實是減掉誰 我是減掉誰 你說 他不是負的嗎 絕對值脫掉 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所以我是減掉誰 減掉負x怎麼樣 加1 這樣有懂喔 然後等於s-3 討論有一個缺點就是 苦花時間 有點麻煩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喔 這一題如果你不討論 你怎麼做 你有什麼絕招你死出來啊 那個別班有同學說 老師把他平方拼你的大頭鬼 你平方這一招 在這個題目裡面是沒有用的 你平方給我看啊 你平方之後 你根本不知道接下來要錯什麼 對吧 好 用討論的這保險 來 s減掉負x 點s加x 所以是幾個x啊 2x 加5-1 5-1 所以是加多少 加4 等於s-3 好 把這個s翻過來 2x-x 會等於把4翻過去 負3再-4 所以這邊就可以算出來 x等於多少 負7 哇 我算出另外一個答案了 把它空起來 請教在座的各位同學 x等於負7這個答案我能不能要 你覺得能不能要 不能 原因是為什麼 對 沒有在我設定的範圍裡面 我現在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討論這個問題 就好像問你說 301班誰最漂亮啊 結果你回答一個305班的學生 這很奇怪啊 你這根本不是我要的答案 對不對 我是在問 在這個範圍裡面 誰會是我的答案 對不對 當你的s大於等於負5-1的時候 在這個範圍裡面 誰會是我的答案 你告訴我是負7 你是對的 對不對 我說301班誰是最漂亮的女生呢 結果你回答一個別班的學生 你根本答非所問 你根本就不合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不合啊 這個算出來的答案 根本不在我們設定的範圍內 這不合 懂這意思嗎 我先你把它帶回去 這個等號絕對不會成立 這叫討論 這叫討論 來 最後一個情況 當怎麼樣 分成三段 那你就要討論三次 當你的s比誰小 比負5來的小的時候 好 那你就知道 如果你比負5小 你加5會比你小對不對 比如說你負6 負6加5是負1耶 這個是負的啊 負的掛絕對值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絕對值脫掉又加一個什麼 負號 所以絕對值脫掉 他會變負x怎麼樣 減5 然後減掉 這個傢伙也是負的 絕對值脫掉 所以這邊要變負x怎麼樣 負x加1 慢慢寫不要緊張 然後右邊這裡是s-3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同學我們目標不是考15級 或者你考 你說老師我考12級就很厲害 我們考6級就有軍標對不對 你能拿10級12級已經是很頂尖了 代表說這張考卷 我們有一些題目可以策略性的放掉 對不對 有些題目看起來就很難 很複雜 我們就不要理他嘛 掌握我們會的CP值最高的考法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打開 這邊負x怎麼樣 減掉負x 所以是加什麼 加x 負5再減1 所以這邊是減6 等於s減3 我再看一次喔 看有沒有寫錯 負x減掉負x 就負x加x 負5減1負6 好 ok 負x加x這裡沒有 s減3等於負6 所以我的x等於多少 負3 負3 你看 又找出一個答案對不對 可是請問你啊 這個答案是合還是不合啊 當然是不合 為什麼 這就像我剛才比喻的 所以那個比喻有點不倫不類 我問你 在s小於負5的情況底下 你幫我算出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解 結果你算出來是負3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問你301班是誰最算 你跟我講許俊文最算 這很奇怪 許俊文是我們班的啊 對不對 這根本就是很奇怪了 好 那這只是個比喻啦 這個 希望可以讓同學知道說 你最後算出來這個答案呢 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兩個要取交集 兩個範圍要同時成立才可以 要比負5小 而且這個範圍也要對 這要取交集 好了 你看我討論很久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考型猜題 第一題就猜這一題 他很有很高的機率會考 絕對值方程式或絕對值不等式 好不好 我覺得他不會考那種 你用特殊技法可以解出來 因為那些特殊技法 特殊技巧 可能有些學生有學過 他可能就想說 我要你用基本功去解 那像這個題目我覺得就不錯 好那請問我們解出來的X有幾個 你說我解出來 你看我全部都討論完了 切成善斷幾個 一個 一個就是誰 就是9 所以他說請你把這個方程式解出來之後 所有的解把它加起來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就是9 本題答案來寫上去就是9 好不好 網路上有這些考題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詳解 如果要詳解可能要我自己寫 但是網路上有他的直接的解答 告訴你哪一題答案是什麼 你有興趣可以去做一下 好那我們猜第一題是這一題 我再來猜第二題 我看一下喔 第二題的話 來猜哪一題呢 嘿嘿 Anything 你翻到2019年的題目 對 你翻到2019 之後我每一節上課 你這四回考卷都要帶著我 因為我要做考前猜題 2019的考題 有一個題目 我認為也是很值得為你做的 單選第一題 哈囉 單選第一題 2011 來這個題目2019喔 比他兩個讚喔 2019 可以齁 要早了 我發給你四回 我們就做這四回好不好 做這四回 你就猜他會考慮一次的題目 他說小A是什麼東西呢 是根號32的什麼 對 的小數部分 第一題 對 就第一題 A什麼 好小數部分 則根號2的小數部分 是下列哪一個選項 他下面的每個選項都跟小A有關係 簡單來說 他要你把根號2的小數部分 用小A的形態去把它表現出來 對不對 好 我覺得這裡應該要先釐清一個基本觀念 你覺得是什麼觀念啊 就是什麼東西叫做小數部分 好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稍微先談一下 建立共識嘛 有共識之後 後面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舉個例子好了 5.3 他可以寫成5再加多少 0.3 好 問那個 育貞好了 5.3可以寫成5加0.3 那個5叫什麼部分 10 整數 對 這個叫整數部分 然後這個0.3叫做什麼 小數部分 有問題嗎 先確認一下大家的想法有沒有一致 然後我們再開始來處理這個問題 OK 他說這個小A是根號32的小數部分 那你就要對根號32這個數字做一點初步的了解 根號32大概是多少 你說老師我不知道 來那我問你喔 根號32一定比誰大 比根號多少大 你猜那個根號我要寫什麼 然後一定比根號多少來的小 你覺得這兩個根號裡面我要寫什麼數字 25 對 這是25 這是多少 36 你猜為什麼我要寫這兩個數字 因為根號25就是誰 5 就是5啊 這個傢伙就是5對不對 根號36是誰 是6 為這個所在你就了解 根號32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多少 但是他肯定是5點多 對吧 來你寫一下 這慢慢來喔 他是明確多少我不清楚 但是他一定是5點多 這樣寫可以嗎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邊喔 根號32 我現在知道他是5點多嗎 所以請問你 根號32就是5再加上多少 就是5再加上A啊 有沒有同學這裡跟得上的 你說老師為什麼根號32是5加A 因為題目有說 根號32是 對不起 A是根號32的什麼東西 的小數部分啊 所以這個A不就是他的小數部分 後面那個0點多的部分嗎 所以他不就寫成5加A 對吧對吧 我這樣講一點問題都沒有對不對 好 根號32如果你把它開出來 請問是多少 你說 4根號2非常好 4根號2會等於5加上A 這個題目問什麼 你再仔細把題目看一次 他問什麼 根號2的小數部分 對 根號2的小數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也出現根號2了 對吧 這裡有根號2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要得到根號2的話 我們兩邊要同時怎麼樣 除以4 除以4 所以根號2如果用A來表現的話 叫做4分之什麼東西 5加A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已經慢慢的 要接近這個題目的最終答案 不過這個題目還沒那麼簡單 這個題目不是問你 根號2用A表現出來 他是說 根號2的小數部分 來 根號2的小數部分 來本題的一個關鍵在這邊 問一個數學小常識 同學 根號2大約是多少 1.4左右對不對 1.414 0.0.0.0 這是五里數對不對 那請問你 這個東西他其實可以寫成 他的整數部分是1對不對 加上來小數部分是0.4多 那請問你根號2的小數部分是誰 你覺得是誰 就是那個0.4多 可是你如果希望留下這個0.4多的話 你只要把誰搬過去 把這個1搬過去嘛 所以根號2的小數部分 用數學的語言來寫應該是誰 應該是根號2怎麼樣 -1 -1 對不對 根號2不是1點多嗎 你減掉1就剩0點多 就是他的小數部分 這樣講可不可以 我都很擔心同學是不是很好的地方 不太清楚 我們現在知道根號2叫4分之5加a 來把它帶進去 4分之5加a 減1 唉唷 你看 我們又得分了 這個變成4分之5加a 然後再怎麼樣 減4 對不對 慢慢寫嘛 然後最後整理出來的答案叫做 4分之1 A加1 A加1 就1加a 有這個選項嗎 1 1是abc-1的1嗎 對 OK 來本題答案因選第五個選項 abc-1的1 你覺得這個題目我挑的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喔 對吧 你看這個 看起來也不會很難的問題 應該可以 就是 稍微測試一下這個選項 有沒有讀中這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還不錯 感覺啦 我們這個拆題是有順序的喔 我先從第一側開始拆 現在拆的都是第一側的內容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再看看 我們來猜哪個題目呢 Let me see see Let me see 好 我們來做一個稍微有一點點難度的題目 我們這個班有同學要考數A 對不對 如果要考數A的同學 這一題可能是個挑戰 請你分到2019、2017來 2018的考題 我先說 這個題目數B的同學也是可以做 不過我認為數B不會考得完 你評估一下 2018的哪一題呢 2018的第 我看看 第11題 來 第11題 等一下我們來交換一下意見好不好 第11題喔 周子妮你剛才是不是可以拍到 有啦 好啦 開玩笑啦 我們這個沒有進度壓力啊 我們到期末前就一直解考古題 一直幫同學猜題這樣好不好 你們該不會有些課已經開始讓你們自習之類的 有啊 有齁 所以有些同學會想說 那我幹嘛來學校 我在家裡看書就好了 對吧 這難怪在每一屆都是這樣 來學校吃五餐 來學校吃五餐 等一下你家沒有午餐可以吃 對啊 已知證實數A 滿足底下這個絕對值不等值 唉唷我一直覺得絕對值一定會考 這個 反正到時候考裡面要剪我分 S減掉什麼 三分之五的絕對值 然後怎麼樣 小於等於A 在如果你把這個絕對值不等式把它解出來之後 他說滿足這個不等式的整數解 那些X總共有六個 整數解 好 他要求A的什麼值 求A的最小值對不對 來 哇 我需要這座的同學給我一個解題出發點 這個題目裡的看法是什麼 你先告訴我第一個動作你會做什麼 分享一下嘛對不對 你會怎麼做 還是你看著他想說 這一題我不會 我打算把它放掉 誒說說看吧 我們應該只有這個獅子吧 這個獅子你會怎麼做 或者說你怎麼解讀這個獅子 我可以問 小於在 什麼意思 你說 中間 就這個獅子啊 大於在兩邊小於在中間 喔 所以你是說把這個絕對值把它打開 是嗎 這樣很好 大於在兩邊小於在中間 所以一個東西加了絕對值之後 小於等於A 譬如說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S的絕對值如果小於等於2對不對 來請問你把它打開 它會變X一定會在誰跟誰之間 在2跟-2之間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大於在兩邊小於在中間 所以被夾在2跟-2之間 你加了絕對值要小於等於2啊 你在數線上不就應該在-2跟2之間嗎 你不可以比2大喔 也不可以比-2小喔 都是不可以的 這樣了解嗎 那我這邊是偷偷講一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X 然後小於等於-2 你覺得這樣的X存不存在 不存在喔 這樣子的X是不存在的 你可以寫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絕對值這個符號本身有什麼概念 它本身就要怎麼樣 大於或等於0嗎 所以它怎麼可能會小於等於-2呢 它根本不可能等於-2啊 比-2小更是不可能啊 換句話講 在數線上根本找不到這樣的數字 加了絕對值之後 會小於或等於-2 這種X是不存在的 可是你知道現在高一的小朋友 現在一龍的小朋友 有一些學生 學數學學到走火入魔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還在那邊什麼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欸這根本是亂寫 你要先了解絕對值的含義 這樣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照到阿珍說的 來這個確實是可以打開 這個A是個正數對吧 它題目有講 所以這個X減掉5分之3 來你說X減掉5分之3 會在誰跟誰之間 也給阿珍說好 A 會小於等於多哪 A 大於等於多哪 -A -A 很好 這個題目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吧 你如果知道這件事情 這樣做應該OK 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育珍你做 下個動作你會做什麼 一項 把誰一項 負3分之5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一起同時怎麼樣 加3分之5 對大家一起加3分之5 慢慢講喔 這一題其實有一點小難 大家一起加3分之5 最左邊會變成多少 3分之5怎麼樣 減A 對吧 你不是加3分之5嗎 中間這裡也要加3分之5 加3分之5就只剩下誰 X 右邊這裡也要加3分之5 所以是3分之5怎麼樣 加A 喔漂亮 對不對 他意思就是這樣 大家一起加3分之5 對不對 你加我加他也加 這叫等量加法公里 對吧 大家一起加 我們的目的是要看出X 是不是應該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他說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整數解 有六個整數解 來 有六個整數解喔 我們現在把場景切換到 那個叫什麼 幾何的觀點來看 請你把數線畫出來 這一題是我認為數位比較有機會考 數B應該是不會考這麼多 來你把數線畫出來 數線上有個點叫什麼點 圓點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這個是4 然後往左邊的話 這裡是-1 應該過來一點 對不起 -1 -2 然後再過來-3 3分之5加減A 這個X落在3分之5加減A的範圍 3分之5是多少 你知道嗎 問一下 同學你知道 你對3分之5這個數字有概念嗎 3分之5它是1加上多少 3分之5 1加3分之2 所以它比1大對不對 然後比2小對不對 3分之5底丟 1又3分之2的地方 它在這裡 來 拉一下 這個是3分之5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A 你不知道它是誰 3分之5加A 3分之5-A 會形成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呢 總共要涵蓋六個整數 好 所以同學你看 3分之5加A A是誰我不知道 我們先畫一個大概 來這個是A 這個A可能可以變動 它可能是個範圍而已 來3分之5-A A 1 2 3 1 2 3 1 2 3 Oh My God 來這個是A 我這樣畫是不是兩邊不一樣長 這邊要長一點 來這邊過來一點 這樣可以嗎 好像以它為圓心 以A為半徑去畫一個圓的感覺 對不對 這個圓跟速限 會交於兩點 在這兩點的範圍之內 總共要有幾個整數節 要有六個整數節 你有看到這個題目嗎 我現在幫你把這個畫出來 畫出來 來 這裡 你告訴我這個寬度是多少 欸 知不知道我在加上 我們等一下繼續講 這個寬度是多少 你說 這加A啊 這減掉A啊 這整個寬度是多少 這整個寬度是2A喔 借我20秒 然後我們下一節可以繼續解 請問同學 這個A可不可以很小 可不可以是0.1 不可以 A如果小小的 你的範圍就很小 範圍很小 有沒有辦法 蓋到六個整數 不行 你的A可不可以很大 比如說A是100可不可以 不行 A是100 這個範圍太大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整數 可能就不只六個 換句話說 這個A 它一定是 比如說從0 慢慢變大 對不對 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會剛好蓋到六個整數 可是你大到那個程度之後 再稍微放大一點 好像也還可以 對不對 直到有一天 你超過六個的時候 那就是你的聽話吧 對吧 這個題目很快的一點就是 如果他今天把這題 考在填充體 或者是計算體的話 要你去解這個A的範圍 可能有些同學就不太會做 來你想想看 我們下一堂課繼續 謝謝子倫 先這樣 阿真啊 知道我在講頭